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4年6月11日 中央日报头版头条 新闻标题是 齐袭山东半岛成功 商壁匪军30余人 同时还刊有一张在齐袭行动中丧生的李炳明的遗照 在全岛瞩目下 李炳明的功绩获颁蒋介石所书 成功成人的晚额 功绩当天前往极乐殡仪馆瞻仰仪荣者 络绎不绝 一般团体之外 武院和所属部会多达六十几个单位 各级首长借前往上乡致敬 这次突击行动 一共十六人参加 李炳明获利同向 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其余的十五人 向他们颁发了勋章 奖状和奖金 1955年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 美国与苏联 中国之间的对立逐渐冷却 彼此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加上解放军在近海作战的机动性增加 国民党军在东山岛战役中损失惨重 国民党的军事反攻大陆计划 无论在国际条件或登陆作战的优势上 都出现了走下坡的趋势 如何推动反攻的事业 成为政治 军事首长面临的新课题 此时 国防部情报局 真防组组长谷正文 以明代的倭寇为例 同时又举后来的郑成功父子 在海上建立堡垒 回军大陆的史实 说明沿海武装骚扰行动 可以对大陆造成重大威胁 情报局长毛仁凤接受此项提议 向蒋介石正式报告 武装人员突击大陆的计划 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 曾风意向清除之后 情报局开始在社会各阶层 招兵买马 同时在社会合线的计划 尝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